中国女排大变脸 央视镜头无意曝光了全新主力 郎平 我们没二对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北京时间7月12日消息 根据央视的最新报道 中国女排目前正在积极备战式预赛 而郎平也亲口回应了外界之前诸多的质疑 镜头前 中国女排全新首发阵容也被曝光 被看得清清楚楚 之前中国女排被球迷质疑 为何只派出二队征战总决赛 郎平本人更是被某些球迷指责甚至攻击 最终 中国女排在总决赛缺少了主力球员的情况下 最终依然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达到了练兵的目的 时隔多天后 郎平也正面给出了她的回应 郎平首先肯定了奥运赛的重要性 奥运资格赛 难度也不比奥运会小 世界上这么多强队 只取12名 所以这样的机会 我们必须把握好 至于外界说的二队 郎平认为并非如此 我们主要是赛恋结合 作为一支球队 有几个队员是绝对的主力 那么其他的一些球员 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出阵 另外根据比赛之中的需要 就是先上后上 没有什么这是二队 这是替补 领约奥运会对阵荷兰 我们12个队员全部上场了 你能说谁是主力替补吗 双引号 此时中国女排正在全力备战 央视镜头准确捕捉到了 中国女排的最新主力阵容 主攻位置是朱婷和李盈莹 李盈莹正式成为了中国女排的主力 成为了朱婷的对角 复攻位置则是严妮和袁新月 二传是丁霞 自由人是王孟杰 这些都不让人意外 稍显意外的是接应位置 曾春磊的身影并不在 而龚祥宇则在场边积极训练 真正在赛场上的 是张长宁 主攻张长宁已经改打接应位置 和朱婷李盈莹同台 张长宁在二号位也多次扣球 目前似乎在强化训练 可见 朱婷已经对球队的接应球员有些绝望 被迫再次启用多面首张长宁担当接应位置的主力 很有可能 这就是接下来中国女排征战奥运赛的主力班底 当然正如朱婷所说 他需要弹化队内的主力替补之分 朱婷最后表示 经过国家联赛的比赛 看到了我们的不足 我们要把这些细节练起来 请不吝点赛